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單消息新鮮滾熱辣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接受了英國金融時報的訪問 他在這趟訪問當中所說的信息量大 分別提及到 說離開香港的人將會後悔 他們遲早都會回頭 另外他又說到 在新的形勢下 既得利益者可能要作出妥協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逐點來看看 究竟張建宗司長在這篇訪問當中說了什麼 記者就問到他 特區政府會不會因為經濟衰退 而增加稅收 來填補財政缺口 張建宗就說 香港在未來一段時間裏面 都仍然是會維持著低稅率 他強調 香港仍然都是稅務天堂 而且特區政府是不會修改 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制系統 他就呼籲 外國投資者 無需擔心 其實 張建宗就已經是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正正就是 現在出現了國安法 國安法 不是以普通法作為基礎 所以為什麼外國投資者會開始擔憂呢 正正就是源於這件事 在過去來說 香港有什麼優勢 能夠吸引得到外國投資者來香港投資呢 第一 就是有資金流通的自由 他贏了錢之後 他是能夠拿得到的錢走 第二 就是資訊流通的自由 他不會來到香港之後要翻牆才能上網 第三 就是有一套健全的法治制度去保障私有產權 他的私有產權不會無故被沒收 或者是被凍結 第四 就是因為香港有簡單稅制和低稅率 吸引到外國投資者用資金過來 好了 現在張建宗所說的東西 當然就是想為那些外國投資者 那些外資企業 來大派定心軟 但是 到底人家會不會因為你所說的東西 而被說服留下呢 那就另一回事了 因為較早之前 根本上有些外資企業就想借頭借路 問啊 是不是 又說到說 不滿意香港那些什麼防疫抗疫政策 實情是叫做多餘的 防疫抗疫政策全世界都有的 是不是 當然香港那些可能特別愚蠢 但是 愚蠢得來會不會是構成你要 考慮撤離香港 這個我覺得是多少牽強的 照計 一家外資企業 如果他能夠繼續賺錢 繼續相安無事 話知他什麼防疫抗疫政策 有多僵化 當然啦 可能他們不想把那個 真正的原因說出口 張建宗又強調 香港會在一定時間之內維持低稅率 到底是不是懷下了一個復筆 一定時間之後 就會加稅 因為 陳茂波之前 好像放了那些風聲 現在他只是加了 股票的印花稅 已經加了三成 對不對 對不對 到底這個所謂的稅務天堂 還能夠維持多久 現在香港剩餘的優勢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又去加稅的時候 即是等同於玩借自己的 這件事你就不能夠再 走去改 你不能夠走去加稅 加稅根本上就是 找自己笨 好了 接著就再看看 張建宗說什麼 他說 北京已經是指示了特區政府 要聚焦協助那些基層和低收入人士 並且就要著手解決土地房屋 和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的問題 但是他就沒有具體這樣交代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細節 他只是透露了 是不會通過增加稅收的形式 來收窄貧富差距 他又說現在並不是改變稅制的合適時間 不過他又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在新形勢下 既得利益集團可能需要妥協 這件事可能就是整段訪問中的重點 到底 什麼既得利益集團可能需要妥協 到底他是在說哪些人 當然他在訪問當中沒有說 是劉白的 劉代大家自己來聯想 究竟他是不是在說那些新界人 因為最近 這些新界人就成為了媒體的焦點 是不是在說他們那個丁權的問題 是不是要釋放那些丁地出來 來發展鄉郊的地方 這些消息其實就已經傳了好幾年 到底這個丁權的問題 什麼時候能夠得到一個終極的解決呢 是不是在說那些新界原居民 可能需要妥協 又或者是不是在說那些地產商呢 因為地產商其實都在新界團了很多的土地 農地也有 中地也有 是不是在說那些地產商呢 又或者會不會 引入空置稅呢 因為之前都已經是討論過很多次的 這些議題 現在既然都已經排除了反對派出去立法會的時候 基本上 政府提出什麼都暢通無阻 所以這班既得利益者 就不是可能需要妥協 而是一定需要妥協的 好了 張建宗還說了一件事 就說在內地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下 他相信 是有助於香港走出困境的 他又認為 離港人士遲早就會感到後悔 並且就會返回香港 他似乎對於香港的前景是很有信心 又說大灣區是幫得到香港 其實怎麼幫呢 他又沒有說 如果要發展大灣區 就照計大灣區的地方是 輕盛起來的 那關香港什麼事呢 跟香港產生到什麼的協同效應呢 請問是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又沒有說的 但是既然他說到 說離開了那些人 遲早都會後悔回頭 那不如大方一點 把強積金還給那些移民的人士 何必扣著別人的錢呢 是不是 大方一點 反正他全都會回頭 聽你張建宗這樣說 是不是 好了 這一篇 訪問 其實有反映出幾件事 第一 張建宗沒有否認有外資企業撤出香港 反而說 那些人走了會回頭 某程度上 其實就證明了 真的有些外資企業 撤出香港 因為他沒有否認 他還說那些人會回流 第二 就是整段說話 似乎就好像有些 自我催眠的感覺 到底他這番說話是告訴誰呢 當然他有些說話就是想告訴外資企業 但是有些似乎就是告訴自己 你說到別人遲早都會回流 如果是別人現在才剛才走的外資企業 他怎會聽到入耳 那你先告訴誰呢 就是告訴自己人 有些說話就想告訴外面 說粵港澳大灣區能夠幫得到香港的經濟 你說這些說話出來本地人都未必相信 第三樣東西就是 他說到 說那些 離開了香港的人 遲早就是會後悔和回流 其實似乎就反映得到 他沒有什麼板斧來挽留外資企業 如果不是 他就不需要說別人走了之後會後悔回頭 好了 接著我們就轉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 這個旅法局 就預料今年最多會有960萬的旅客訪港 同時就估計 在未來半年 都難以恢復正常的跨境旅遊 這樣 儘管如此 局方在去年仍然花了4億來做宣傳工作 第一件事 去年那個疫情爆到如火如荼之際 你旅法局還用了4億元去宣傳 你宣傳什麼東西 是不是 浪費時間 是不是 你當然是等到那個疫情開始緩和 經濟開始復蘇 那些報復性的旅遊開始出現的時候 你才扔錢出來 去做宣傳的嘛 你之前花那麼多錢 真的做宣傳 真是把屁嗎 對不對 那些東西是沒有作用的 等同於是擔沙填海 沒有意義 第二 他們就預計 最樂觀的情況下 今年是可以吸引到960萬人訪港 那到底 那些旅客是來自哪裡 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現在既然旅遊業沉積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旅法局就很應該 把握著這個機會 來將香港的旅遊業重新定位 你自己就說到 剛剛一開關的時候 應該會是那些短線旅遊為主 主要就是 重開這個大陸 或者是東南亞等的短途市場 最快就需要到第3、4季 才有主要市場的旅客到訪 那就是說那9百幾十萬人 大部分都是來自大陸的 那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保障得到 那些來的旅客全部都是 高端的旅客 你不要弄低端的旅客走來 對不對 你一定要改變那個旅遊業的發展 你是要重質不盡量 你不要經常追求那個人次 很多人來 你是要追求那個人均消費量夠高 對不對 你來的那些旅客到底是消費買什麼東西 你經常去買那些日常消費品 買洗頭水 買益力多 買金沙 買來 真是托嗎 是不是 沒有意義的 那個成本的 遲些東鐵還說全線改變是做九卡的 喂 現在你沒有了自由行旅客來香港的時候 在上水 在粉嶺也可能還有位置坐 你一開放回羅湖關口的時候 隨時上水就已經是逼到 沙甸魚 那些市民的感覺一定是難受的 這樣搞法 現在的市民是習慣了整個社區是沒有自由行旅客 而且在這段時間裏面 又見不到旅法局或者是其他的部門 來著手 舒緩一下 一旦那些旅客回頭的時候 怎樣解決得到那個擠筆的問題 都沒有人提出的這件事 到時候開放就說 來了來了 來什麼呢 是不是 你要重質不重量 你不要只是追求 有幾多百萬的旅客 這些是沒有用的 這些是 你一定要追求高端的旅客 高消費的旅客 只是招呼那些就夠了 是不是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邱騰華局長就說到 不是打完疫苗就可以通關的 但是他就相信對於 和外國重啟旅遊氣泡的討論是有幫助 現在那個氣泡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明明就說和新加坡談好了 又說三月中有機會重啟 現在也三月底就來了 到底是什麼時候才可以開放呢 現在台灣就和一個太平洋島的白樓 準備要開通這個旅遊氣泡 澳洲就和新加坡談好了 在夏天重開 香港和新加坡談得如何呢 或者香港和其他國家談的進展 是去到哪裡呢 你適當的時候 也要和市民說一下 這些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